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让我们不禁想起地球上的撒哈拉沙漠 只不过火星的潜害程度可是撒哈拉的N倍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火星呢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火星呢 这就像是问为什么人类要去登山一样 因为它在那里 而且火星可能是我们在太阳系内 找到第二个家园的最佳选择 当然前提是我们能解决水源问题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Morris Base情况 Morris Base是我们在火星上的第一个殖民地 这里的居民每天都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水源你可能会问火星上不是有冰吗 没错火星的两极确实有冰 但问题是这些冰大多数是前冰 也就是固态的二氧化碳 而不是我们需要的水冰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科学家们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案 首先是从火星的地下挖掘水冰 这听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 火星的地表温度极低 挖掘设备需要能够承受极端的环境 而且还要能够有效的分离水冰和其他物质 另一个方案是利用火星大气中的水蒸汽 火星的大气层非常细薄 但仍然含有少量的水蒸汽 科学家们设计了一种特殊的设备 可以从大气中提取水分 这个过程有点像是地球上的除湿机 只不过效率仰高的多 当然这些方案都需要大量的能源 而火星上的能源也是一个大问题 太阳能是目前最可行的选择 但火星上的沙尘暴会影响太阳能板的效率 这就像是你在地球上安装了一个太阳能板 结果每天都被沙尘覆盖 真是让人头疼 最后我们来谈谈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有一次马尔斯贝斯居民们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水源 大家都非常兴奋 认为这是解决水源问题的突破口 结果当他们深入调查后发现 这个所谓的水源其实是某位居民不小心打翻的水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火星上的水源问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总结来说 火星殖民的水源危机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挑战的问题 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但科学家们正在不断努力 相信未来我们一定能找到适合的解决方法 毕竟人类的探索精神是无限的 就像我们对火星的热情一样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对火星殖民的水源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这些有趣的故事能让你们在学习中找到一点乐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量子电脑的错误计算 QCMP的数学迷宫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既前沿又充满挑战的领域 量子电脑的错误计算 或者说是QCMP的数学迷宫 这个话题听起来可能有点像科幻想说 但其实它是现代科学和技术的一部分 并且充满了有趣的故事和深刻的数学原理 首先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什么是量子电脑 传统电脑使用的是比特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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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比特可以是0或1 而量子电脑使用的是量子比特贝特贝特 每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处于0和1的叠加状态 这种特性使得量子电脑在某些计算上具有极大的潜力 能够与指数级的速度解决一些传统电脑无法处理的问题 然而量子电脑的计算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由于量子态的脆弱性和量子纠缠的复杂性 量子计算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错误 这些错误就像是迷宫中的陷阱 让我们的计算结果骗你正确的答案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假设你是一位勇敢的探险家 进入了一个充满宝藏的迷宫 这个迷宫有无数的岔路 每条路都可能通向宝藏 也可能通向陷阱 你手中有一张地图 但这张地图并不完全准确 因为迷宫的墙壁会随即移动 这就像是量子电脑中的量子态 它们会随机发生变化 导致计分结果出现偏差 为了应对这些错误 科学家们设计了各种量子纠错码 这些纠错码就像是迷宫中的标记 帮助你识别正确的路径 避开陷阱 当然这些标记也不是万无一失的 但它们大大提高了你找到宝藏的机会 有一个著名的量子纠错码 叫做表面码Surface Coded 它利用了拓扑学的原理来保护量子机析 想象一下你在迷宫中画了一个巨大的网格 每个焦点都是一个量子比特 这个网格可以帮助你检测和纠正错误 就像是给迷宫加了一层保护膜 然而即使有了这些纠错码 量子计算仍然面临许多挑战 比如量子态的测量过程本身就会引入误差 这就像是你在迷宫中每次查看地图时 地图上的标记都会稍微移动一下 这种不确定性让量子计算变得更加复杂和有趣 总结来说量子电脑的错误计算 就像是一个充满陷阱和挑战的数学迷宫 虽然我们有各种工具和方法来应对这些错误 但要真正掌握这个迷宫的秘密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对量子计算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学习和研究中 能够像勇敢的探险家一样 不断探索未知的领域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基因编辑的意外突变 GNET的怪异结果 当我们谈到基因编辑 特别是使用CRISPR 它是这种技术式 总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一点点的科幻色彩 这就像是给了科学家们一只魔法棒 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变生物的地验了 当然 这种魔法棒有时候也会有点调皮 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或者说是惊吓 让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GNET的实验室里 这个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决定用CRISPR技术来改造一种 小鼠的基因 希望能够让他们变得更聪明更健康 听起来很棒对吧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这些科学家们成功的编辑了小鼠的基因 并且一开始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小鼠们似乎变得更聪明了 能够更快的学会迷宫中的路径 甚至还能解开一些简单的谜题 科学家们为此感到非常兴奋 觉得自己即将成为下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开始注意到一些奇怪的现象 这些小鼠不仅变得聪明 还变得非常好奇和调皮 他们开始在实验室里到处乱跑 甚至学会了如何打开笼子的门 更糟糕的是 有一只小鼠竟然学会了如何使用实验室的电脑 并且在网上订购了一大堆奶酪 这些意外的突变让科学家们哭笑不得 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实验 并且开始研究这些小鼠的基因组 试图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 结果发现 人来在编辑基因的过程中 CRISPR技术不小心在小鼠的基因组中 引入了一些意外的突变 这些突变影响了小鼠的大脑发育 导致他们变得异常聪明和好奇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基因编辑虽然充满了潜力 但也伴随着风险和不确定性 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我们永远不知道里面会跳出什么样的惊喜或惊吓 因此在进行基因编辑的时候 我们需要格外小心 并且做好应对意外情况的准备 最后让我们一点幽默结尾 如果你在未来的某一天 看到一只小鼠在咖啡店里用笔记本电脑工作 别惊讶 这可能就是近年的实验室的杰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太空电梯的失重困境 SpaceWit的重力失控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既前卫 又充满挑战的概念 太空电梯 这个构想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但其实科学家们已经在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SpaceWit的重力失控问题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一些有趣的故事和挑战 首先 什么是太空电梯呢 太空电梯是一种连接地球表面和太空的结构 理论上可以让我们像搭电梯一样 这个构想最早由俄罗斯科学家康斯坦丁 其要尔科夫斯基在1895年提出 他受到巴黎埃菲尔铁塔的启发 想象了一个从地球延伸到太空的塔 然而建造太空电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 我们需要一条非常长的缆绳 这条缆绳必须能够承受巨大的张力和重力 科学家们认为 碳纳米管或石墨烯可能是理想的材料 因为它们具有极高的强度和轻量化特性 但即便如此 制造这么长且坚固的缆绳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挑战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失重困境 当我们乘坐太空电梯从地球表面上升时 会经历一个重力逐渐减弱的过程 这听起来很酷对吧 但实际上这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当我们进入失重状态时 人体会经历一系列的生理变化 比如骨质流失 肌肉微缩和体液重新分布 这些问题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太严重 但长期暴露在失重环境中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此外失重状态还会对太空电梯的运行造成挑战 比如如何在失重环境中保持稳定 如何确保缆绳不会因为微小的扰动而产生震动 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 有趣的是科学家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创新的解决方案 例如可以在太空电梯内部设置人工重力系统 通过旋转或其他方式来模拟地球重力 这样一来乘客在上升过程中就不会感受到失重的影响 此外还可以设计特殊的减制系统来减少缆绳的震动 最后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有一次一位科学家在研究太空电梯的时候 突发奇想 决定用一根普通的钓鱼线来模拟太空电梯的缆绳 他把钓鱼线的一端固定在地面 另一端连接到一个小型气球 然后让气球慢慢上升 结果钓鱼线在上升过程中不断摆动 最终缠绕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进行 这个实验虽然看起来有点搞笑 但却让科学家们意识到 太空电梯的揽成稳定性问题 是多么的复杂和重要 总结来说太空电梯是一个充满挑战 但有极具潜力的构想 虽然我们目前还面临着许多技术和生理上的困难 但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我们有理由相信 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真的可以像搭电梯一样 轻松的进出太空 轻松的进出太空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让大家对太空电梯有更多的了解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这个充满未来感的领域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无人机送货的迷航 June Delivery的包裹失踪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现代科技与古老问题的结合 无人机送货的迷航 或者说是June Delivery的包裹失踪 首先 让我们回到古代 想象一下古代的信使 他们骑着马穿越山川河流 冒着风雨雷电 将重要的信件和包裹送到目的地 这些信使们的故事充满了冒险和勇气 甚至有些成为了传奇 然其 无论是古代的信使 还是现代的无人机 送货的挑战依然存在 只是形势不同罢了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现代的无人机送货 无人机送货的概念听起来非常酷炫 对吧 想象一下你在网上订购了一本书 然后不到一小时 一架无人机就嗡嗡的飞到你家门口 把包裹放下来 然后飞走 这简直像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 然而 现实往往比电影更多趣 无人机送货的迷航故事可不少 比如有一次 一架无人机在送货途中 送货途中 因为导航系统出现故障 结果飞到了邻居家的游泳池里 包裹里的书变成了水书 还有一次 一架无人机在送货途中 被一群好奇的鸟儿围攻 结果包裹掉进了树丛里 让收件人吵了半天 这些故事听起来有点搞笑 但其实背后有很多技术和管理商的挑战 无人机送货需要精确的导航系统 稳定的飞行控制 以及可靠的通信链路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都可能导致包裹迷航 此外 无人机还需要应对各种天气条件 避开障碍物 甚至要防范鸟类的袭击 当然 无人机送货的迷航 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思考 比如未来我们是否需要为无人机 设计一种碧鸟系统 或者 无人机是否应该学会在离航时 自动返回出发地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总的来说 无人机送货是一个充满潜力的技术 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少挑战 就像古代的现实一样 无人机在送货的过程中 也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希望未来的技术能够不断进步 让无人机送货变得更加可靠和高效 我们的安全漏洞 这个话题不仅涉及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还有可能让你们的智能冰箱变成一个堪戳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 简单来说就是把你的家变成一个高科技的堡垒 你可以用手机控制灯光 调节温度 甚至远程喂养你的宠物 听起来是不是很酷 但问题来了 这些高科技设备也可能成为黑客的新玩具 小站一下 你正在办公室辛勤工作 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你的冰箱门开了 你心想这是什么鬼 回到家一看 冰箱里的牛奶被喝了一半 还有一张纸条 谢谢你的牛奶 黑客流 这不是科幻小说 而是现实中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智能家居会有这么多安全漏洞呢 首先这些设备通常连接到互联网 而互联网本身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充满了各种未知的风险 很多智能设备的安全设计并不完善 甚至有些设备的默认密码是123456 这种简单到令人发指的组合 这就好比你家门口挂了一把锁 但锁的密码是开盟 再来我们来谈谈一些真实的案例 2016年 美国的一个家庭发现 他们的智能婴儿监视器被黑客入侵 黑客通过监视器对婴儿房进行了语音骚扰 这让人不禁想起鬼影实录这类恐怖电影 但这次的鬼是活生生的黑客 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智能家居呢 首先改变默认密码 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其次定期更新设备的软件 这样可以修补已知的安全漏洞 最后考虑使用专业的安全软件 来监控你的智能设备 这样即使黑客真的来了 你也能第一时间发现并采取措施 总结来说 智能家居的确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 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挑战 希望大家在享受高科技生活的同时 也能保持警惕 毕竟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冰箱成为黑客的新宠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回家后都能检查一下自己的智能设备 看看有没有黑客流的纸条 下课 谢谢小六则介绍一下超音速飞机的噪音污染 SonicJet耳鸣挑战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高大上又有点吵的话题 超音速飞机的噪音污染 特别是SonicJet耳鸣挑战 首先让我们回到20世纪60年代 那时候超音速飞机刚刚开始翱翔于天气 当时的明星选手是协和式飞机Cancor-Corten-Corten 他能以超过音速的速度飞行 从伦敦到纽约只需三个半小时 听起来很酷吧 当问题来了 这些飞机在突破音障时 会产生一种叫做音爆Sonic Boom的现象 简单来说 当飞机速度超过音速时 会产生一个强烈的压力波 这个压力波传到地面上 就像一个巨大的啪声 足以让你家的窗户震动 甚至可能会把你家的猫吓得跳起来 这种声音不仅仅是吵 还会对人和动物造成生理和心理上的影响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SonicJet这位新秀 SonicJet是一款新型的超音速商务飞机 设计者们希望它能够解决音爆问题 让我们能够在不打扰地面居民的情况下 享受超音速飞行的快感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但其实科学家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SonicJet设计者们采用了多种技术来减少音爆的影响 比如改变机身形状 是压力波更平缓的传递 从而减少地面上的噪音 这就像是把一个尖锐的针头变成了一个圆滑的球 刺痛感自然就减少了 然而挑战依然存在 即使是最先进的技术 也无法完全消除音爆 只能尽量减少其影响 这就像是你在家里放音乐 这就像是你在家里放音乐 无论音量多小 邻居还是可能会听到一点点 SonicJet设计者们正在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 既能让飞机快速飞行 又不会让地面上的人们感到不适 最后我们用一个有趣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课程 据说有一次一位飞行员驾驶鞋和式飞机飞越大西洋 当他突破音障时 地面上的一位农夫正好在田里工作 音爆声让农夫吓了一跳 他抬头看入天空 心想 这是什么鬼东西 后来这位农夫成了鞋和式飞机的忠实粉丝 因为他觉得能够听到音爆声是一种容器 所以图员们超音速飞机的造音污染问题虽然棘手 但也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希望未来的Sonic Jet能够让我们在享受快速飞行的同时 不再为耳鸣所困扰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动化农场的虫害爆发 Agribot的害虫危机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现代农业中的有趣现象 自动化农场的虫害爆发 特别是我们的主角 Agribot如何在这场害虫危机中大显身手 首先让我们回到几十年前 当时农民们还在田间挥汗如雨 手持锄头和喷雾器 与害虫展开一场场惊苦卓绝的战斗 那时候农民们的敌人是那些小小的狡猾的害虫 他们总是能够找到农药的漏洞 继续肆虐农田 随处科技的进步 我们迎来了自动化农场的时代 这些农场配备了先进的感应器 无人机和机器人 能够精确的监控和管理农作物的生长 然而科技的进步并不意味着害虫会自动消失 事实上 害虫也在进化 它们变得更加狡猾 甚至学会了如何躲避机器人的监控 这时候我们的英雄 Aggribot登场了 Aggribot是一款专门设计来对抗害虫的智能机器人 它配备了先进的i算法和多种感应器 能够实时监控农田中的海虫动态 Aggribot的设计者们甚至给它装上了小型激光器 让它能够精确的瞄准和消灭害虫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某一天 农场突然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害虫危机 这些害虫似乎对Aggribot的激光器粘溢 甚至开始攻击Aggribot的感应器 试图让它失去功能 这让农场的管理者们大为震惊 他们不得不紧急召开会议 讨论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在这场会议上 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为什么不让Aggribot学习害虫的行为 然后利用这些行为来设计新的对策 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于是他们开始为Aggribot编写新的算法 让它能够自我学习和适应害虫的行为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Aggribot终于学会了如何预测害虫的行动 并且能够提前布置陷阱 将害虫既往打尽 这场害虫危机最终得到了控制 农场恢复了正常运作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自然界的挑战依然存在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先进的技术 还需要灵活的思维和不断学习的精神 就像Aggribot 我们也应该不断适应和进化 才能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中 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同学们 当你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不妨想想Aggribot 或许你们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解决之道 毕竟科技和智慧的结合 才是我们应对未来的最佳武器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人造肉的口感问题 Fake Staker的味觉挑战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现代又古老的话题 人造肉的口感问题 特别是以Fake Staker为例的味觉挑战 这个话题不仅涉及到科技 环保 还有我们的味蕾和文化 首先让我们回到古代 你们知道吗 在古代 中国的素食文化其实已经非常发达了 寺庙里的和尚们早就开始用豆腐 面筋等材料制作出各种斯尼克 这些素肉的口感和真肉相似 甚至有些还能骗过肉食爱好者 这些古代的人造肉可以说是现代Fake Staker的祖先 然而现代的Fake Staker不是那么简单 它背后有着高科技的支持 比如植物蛋白的提取和重组 甚至还有细胞培养技术 这些技术让我们能够制造出外观口感和味道 都接近真肉的产品 当问题来了 这些Fake Staker真的能骗过我们的味蕾吗 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人造肉品节会 当时有一位大厨特地准备了两道菜 一道是真正的牛排 另一道是Fake Staker除信心满满的说 今天你们一定分不出来 结果呢 我们这些自认为味觉灵灵的美食家们 还真有不少人被骗了 这让我不禁感叹 科技的进步真是让人惊叹 但话说回来 Fake Staker的口感挑战还是存在的 虽然它的外观和味道已经非常接近真肉 但在口感上 特别是那种肉之四溢 纤维感十足的感觉 还是有些差距和差距 这就像是你在吃一块 高级牛排和一块普通牛排的区别 前者的每一口都能让你感受到肉的层次和质感 而后者则可能稍显单调 有趣的是Fake Staker的支持者们并不亲难以 他们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未来的Fake Staker可能会变得更加完美 甚至超越真肉 想象一下 未来我们可能会有一种超级牛排 它不仅口感绝佳 还能根据你的健康需求调整营养成分 这是不是很酷 最后我想说的是 无论是Fake Staker还是真肉 最重要的是我们对食物的热爱和尊重 食物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它还承载着文化情感和记忆 所以下次当你品尝Fake Stakes Staker 不妨闭上眼睛细细品味 感受科技与传统的焦种 这或许会是一种全新的美食体验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在未来的美食之旅中 能够遇见更多有趣的挑战 和惊喜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几个令人兴奋 且充满挑战的前沿话题 从火星殖民的水源危机 到量子电脑的错误计算 从基因编辑的意外突变 到智能家居的黑客入侵 从无人机送货的迷航 到超音速飞机的噪音污染 从自动化农场的虫害爆发 到人造肉的口感问题 每一个话题都像是一部紧张刺激的科幻小说 但同时也充满了现实中的科技挑战和机遇 无论是探索太空还是改变日常生活 科技都在以惊人的速度进步 但是随着科技带来的便利 我们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 就像火星上的水源问题 量子电脑的错误计算 基因编辑的意外突变 只能家居的安全漏洞 无人机送货的迷航 超音速飞机的噪音污染 农场的虫害危机 以及人造肉的口感挑战 这些都需要我们以创新和灵活的思维来应对 我们的探索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个问题 更是为了推动人类整体的进步和福祉 希望这些有趣且富有挑战性的话题 能激发你们的好奇心和思考 也期待你们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 能够像勇敢的探险家一样 不断探索未知的领域 谢谢大家的收看 也欢迎你们分享自己的观点和问题 你对这些话题有什么想法呢 又或者你有什么其他有趣的科学问题 想要一起探讨 请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我跟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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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